各位CEO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上分学员小桃 今天的这期视频因为内容比较多 所以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直接切入主题 但是在开始之前 还是希望各位CEO 可以帮我这期视频点一个赞 因为你们的每一个慷慨点赞 都是我坚持为大家做日根的动力 先来看一下今天资产价格的走势 美元小幅上涨 美债收入率小幅上涨 poco ratio上涨了0.06 收盘是在1.12 1.12的一个poco ratio 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一个位置 也就是说明市场对于接下去 三天美股的走势 还是表示出了一部分的担忧 毕竟有那么多的财报 有那么多的宏观数据 还有美联储的会议 好吗 然后是三大指数 今天继续反弹 黄金下跌了0.6 比特币上涨了0.6 原油的价格今天继续下跌1.6% 10月份已经结束 稍后我有时间的话 我会帮大家做一下更新 10月份加油站油价的一个波动 对于cpi会有多大的影响 最后是板块这边的走势 这两天有两个板块涨幅比较突出 分别是金融板块和保险板块 星期一的走势 这两个板块领涨 然后星期二的走势 这两个板块继续领涨 今天在和一家公司交流的时候 获得了一组比较壮的讯息 平时我在视频里面和大家分享比较多的是 十年期美债的收益率 在这张图里蓝色这条线是 加拿大十年期的收益率 把这两个国家国债的收益率 放在一起去看 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 我们看每天的一个走势 起码从方向这个角度去看 大家的相关性非常的强 其实不单是美国国债和加拿大国债 之间的相关性非常的强 我们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起码是发达国家这一块的国债 放在一起和美国国债放在一起去看 基本上这两者每一天的走势 都是非常的正相关 但是我今天得到的一个观点是 如果我们去看第三季度的走势 我这边起始点是7月1日 在第三季度的前半段时间 这两个国家的国债收益 上涨的幅度都是非常的类似 但是在9月25日之后 这两个国家国债的收益 出现了明显的分歧 9月25日是这一个时间点 我们看到在9月25日之后 一直到现在 美债收益率是上涨了将近39个基点 40个基点不到 但是如果我们去看蓝色这条线 加拿大国债的收益率 从9月25日到现在 可能就上升了2到3个基点 虽然这两者之间 每一天走势的方向还是非常的一致 但是上升的幅度并不一样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得到的一个解释是 因为加拿大这边的经济增速 远远不如美国 这边我们看到 加拿大GDP增速第二季度是 负的0.2% 也就是第二季度 已经出现了一个衰退 然后最新的数据 7月份这一个月 环比的一个增速在0% 8月份最新的数据 是今天刚刚出路的数据 环比也在0% 所以加拿大这边的经济增速 明显比美国这边要糟糕很多 加拿大这边国债收益的走势 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当经济增速没有问题的时候 大家在考虑 QT对于美债的收益 有什么样的影响 美国财政部的举债 对于美国收益 有什么样的影响 但是更上层的一个逻辑是 当经济增速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们前面所考虑的这两方面 其实就会显得并没有那么重要 即使美联储现在已经不再购买美债 但美债市场这一块并不是缺乏买家 而是买家缺乏一个购买的理由 昨天有一位CEO问了我一个问题 他说 希望我可以讨论一下 QT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结束 其实QT如果暂停 那美债就可以正常 但是美联储好像只在乎暂停加息 针对这个问题 其实我前面已经回答了一半 然后这张图里我一共放了两条线 白色这条线是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 现在是在8万亿美金左右 蓝色这条线是美联储这边的逆回购 逆回购的这个体量 现在还剩下1.1万亿左右 从SVB事件之后 我们看到逆回购的这个体量 下跌了1.3万亿 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下跌了8300亿 我们先要搞清楚一个概念 其实QT本身并不会直接导致 长期美债收入率上涨 QT一个概念是美联储手里持有的美国国债 到期之后 他们不再进行购买 所以这时候到底是会影响到短期美债收入率 还是会影响到长期美债收入率 完全取决于美国财政部 他们选择去举短期美债还是长期美债 如果他们把这一部分的集中力 全部在短期美债这一块 那就会导致RRP这一块逆回购的体量就会下降 逆回购的体量之所以在疫情之前达到了2.5万亿 是因为市场对于短期美债这一块的需求非常的大 市场里面流通的短期美债并不够 所以这些机构必须要向美联储去借短期美债 这才是逆回购上升的一个原因 而在过去的六七个月 逆回购的体量下跌了1.3万亿 是因为美国财政部这块举了非常大体量的短期美债 所以就把逆回购这一块多余的流动性给抽走 那QT到底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结束 根据美联储自己的说法 即使接下去他们暂停加息 也不会停止QT的这个节奏 为什么呢 我个人的看法就是 在他们完全没有把逆回购这一部分体量给全部抽走之前 美联储没有这个必要去停止QT 因为逆回购的这个体量 本身就是市场里面多余的流动性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 美联储的缩表还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 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去看银行的一个reserve 然后我们快速的来聊一下 昨天那条新闻 日本央行这一块继续放宽了他们YCC利率曲线所控制的这个区间 从前段时间的0.5% 现在放宽到1% 那对于美股和美债这一块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针对这个问题 其实以前我们聊过几次 全球国债收率市场起码在发达国家这一块 基本每天的走势 大家的方向都是非常的一致 只是大家上涨或者下跌的这个幅度并不通 理论上来说 日本央行的YCC利率曲线控制 是在给全球国债市场低利率的这个环境上面盖了一个盖子 现在日本央行在慢慢的把这个盖子给掀开 让日本国债收率上升 慢慢的追上其他发达国家的脚步 所以对于全球国债收率这一块会起到一个向上的助力 但是日元在昨天的走势有一点奇怪 即使日本央行宣布放宽了这个利率曲线控制这个区间 理论上来说这是一个更加紧缩的货币政策 但是日元继续贬值 所以我觉得接下去还是需要继续观察一下市场的一个动向 那对于美股这一块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美债这一块的影响 然后我们来聊一下今天的ECI工资上涨数据 这一组数据是每一个季度公布一次 市场的预期在1%的环比增速 实际的数据在1.1% 所以高于市场的预期 今天在这一组数据 美东时间早上8点30发布完之后 美债市场这一块收率其实出现了短时间之内的上涨 如果我们把这1.1的增速拆开去看 主要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政府工作 第二部分是企业工作 政府工作的平均工资上涨 环比的话在1.5% 企业这一块环比是在1.0 其实和上一个季度是完全持平 如果从NIC的一个视角去看 他为我们解释了通常来说 政府工作这一块的工资上涨是落后于企业这一块的工资上涨 也就是这一个季度1.5的工资上涨 将会慢慢的向1.0这个方向去走 然后他还说到 如果去掉拿奖励机制的这一部分工作岗位 第三季度企业这一块的工资上涨 环比速度是在0.9% 比起第二季度的话是有所放缓 所以总体来说 这一组数据虽然从新闻的一个标题去看 确实是比市场的预期要高 但是如果从NIC的这个视角 NIC的视角就是美联储的这个视角 这点我们要清楚 从美联储的这个视角去看 第三季度工资上涨的这一组数据 还是可以接受 比起第二季度的话稍微有所放缓 然后我想聊一下标普500里面 前七大科技公司他们的估值 今年到现在为止 市场里面聊的比较多的是 涨幅主要是来自于前七大科技公司 并且他们现在的估值已经不便宜 所以这张图里我们看到的是标普500 现在向前看的这个市盈率在19倍 英伟达在27倍 苹果在27倍 谷歌在19倍 mata在18倍 亚马逊在40倍 特斯拉在53倍 微软在30倍 光从这些数字去看的话 首先第一个观察就是 谷歌和mata的这两家公司的一个估值 比起标普500来说 他们其实并不贵 相对来说 我认为还是相对比较便宜 为什么 因为这两家公司他们EPS这一块的增速 比标普500平均EPS增速要高 然后第二个梯队是英伟达的27倍 亚马逊的40倍和微软的30倍 这三家公司从向前看的这个市盈率去看 的确现在还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但是这三家公司明年EPS这个增速其实并不低 而这七家公司里面 其实我认为从一个客观的角度去看 估值相对比较高 起码比标普500要贵不少的是苹果和特斯拉 因为苹果EPS增速其实非常的低 在10%以内 而特斯拉在53倍的这个PE 未来的三年EPS的这个增速其实也并不高 所以我认为从一个相对比较客观的角度去看 mata和谷歌这两家公司 如果我们和标普500去比的话 这两家公司的估值真的不算是贵 然后另外三家公司 英伟达 亚马逊和微软 这可能是见仁见智的问题 毕竟EPS增速可能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而最后两家公司特斯拉和苹果 我认为这两家公司的估值 就是比标普500要贵不少 最后我们来聊一下AMD的财报 营收和盈利比市场预期高了1.7%和3.5% 这一点幅度的币 基本算是完全符合市场的预期 从营收这一个角度去看 PC这一块的营收比市场预期高了不少 其他三块预业物都比市场的预期要低 当财报刚刚出来之后 市场出现了一小波的下跌 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于第四季度营收的指引 低于市场的预期 而这个低于市场的预期 主要是来自于gaming这一块 但是在财报会议开始之后 管理层所给出这一个新的AI芯片 将会在下一年带来20亿美金的收入之后 盘后这一波因为指引的下跌完全被收复 根据管理层给出的指引 这一块新的芯片将会在下周就发货 现在的订单非常的强劲 他们的客户包括一些大的云计算公司 大的云计算公司应该就是这三家大科技里面的一家 微软谷歌或者亚马逊 然后公司预计这一块新的芯片将会对第四季度 带来4亿美金的收入 对于整个2024年将会带来20亿美金的收入 其实有一点我比较疑惑的是 如果第四季度都可以进账4亿美金 那对于2024年现在只预测20亿美金 这20亿美金可能有一定的低估 苏马表示AMD这一块新的芯片有非常多的一些优势 他表示这一类芯片在2027年总市值或者总规模将会超过1500亿美金 稍后我会带大家看一下市场对于AMD四块业务接下去营收上面指引的调整 我们会看到在Data Center这一块市场有非常大幅度的上调 在游戏业务这一块 他们合作的两家公司索尼和微软 他们的两款游戏机都是在2020年末上市 所以机型相对已经比较老所以意味着需求自然就会下降 然后是他们的嵌入市市场 embedded market 网络设备车辆太空和国防硬件这一块需求是继续疲软 最后还有和5G相关手机设备的需求也已经大幅下降 并且将继续下降 他们表示欧洲这一块的订单非常的疲软 这还没有结束 因为中国是最大的半导体市场 接下去他们还需要面临更加严格的芯片出口规定 所以经过这一季度的财报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市场对于AMD四块业务接下去营收上面的调整 调整幅度最大的就是在他们data center这一块 分别上调了明年的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的营收指引 我们看到今年的第三季度 data center这一块是在1.6个别连 明年的第三季度市场预期是在将近2.7个别连 这一个增速要在70%到80% 主要就是因为他们这一块新的AI芯片 然后在client pc这一块我们看到这一个季度四个业务里面是唯一一个超出市场的预期 所以因为这一个季度的强劲 市场也对接下去四个季度进行了上调 最后两块业务gaming和embedded 根据前面管理层所给出的指引 游戏业务这一块将会继续放缓 embedded嵌入市场这一块需求也在继续放缓 所以市场对这两块的业务也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下调 但是把这些所有的影响全部加在一起之后 现在市场仍然预期明年amd四个季度的eps增速 第一季度在26% 第二季度在51% 第三季度53% 第四季度在42% 全部加在一起市场预期amd 2024年eps的增速将会达到50% 25年和26年的增速 现在市场预期是在25% 如果我们把未来三年的增速去平均一下 差不多是在33%左右eps的这个增速 现在的pe是在38倍 所以拿38倍除以33% 我们得到的一个pack ratio在1.1左右 1.1的这个pack ratio其实相对来说是非常的合理 当然风险在哪 风险在现在已经放缓的这两块业务 embedded和gaming 这个放缓的速度可能比管理层预想的更差 或者对于ai芯片这一块需求 并没有管理层所设想的那么大 但是一般来说当新产品刚刚上市 管理层对于这一块的需求和订单 其实把握应该还是相对比较大 所以我认为如果有风险 这个风险可能会出在另外的三块业务 管理层是过于的乐观 管理层的过于乐观 其实在2022年也发生过 他们对于PC业务这一块的放缓是过于乐观 最后实际的数据放缓的严重程度 比他们预想的更糟糕 所以amd这一份财报 我认为是有好有坏 从我个人比较主观的一个角度去看 我认为利好的这一部分 要大于利空的这一部分 来到了财报季 我们才知道盘前和盘后交易是多么的重要 富途默默为我们提供全天16小时的交易时间 从早上4点一直到晚上8点 24小时都可以进行下单 针对我们各位加拿大的观众 还为我们提供每股交易的超低费率 现在只需开户且入金500加币 就可以获得30加币的现金券 针对各位美国的观众 现在只需开户且入金100美金 就可以获得五股免费的股票 加上一股我们这一个频道的限时加码 sofi如果首次入金达到1000 可以在前面的这个基础上 再获得10股免费的股票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我视频的置顶留言里面 找到开户的链接 那今天的这期内容就到这边 最后各位观众 别忘了留下你们慷慨的点赞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